丹午节前夕 屏东有失散15年的母女 就靠着一张当年父母亲结婚的家族合照重逢了 母女在派出所外面紧紧的抱在一起 非常的感人 失散15年这一刻两人紧紧相拥 倒进了母女俩血浓于水的感情 家住台北的女大生孙于善四岁时就跟母亲失散 直到今年阿嬷拿出一张父母亲的结婚照 她凭着这张照片南下屏东来意派出所 仅仅三个小时就为她解开了身世之名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还有个生母 一看到我妈的时候我就很难过 就想说 其实脑海里面妈妈就是胖胖 然后长头发的声音 在那个被出所那边 真的 那种感觉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兴奋 还是 当然是很痛苦 原来女大生四岁时就被身父强行带到台北 15年来搬家十多次 自始跟母亲失联 本来拿着照片寻人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当地村长一眼就认出女大生的姐姐 赶紧通知女大生的母亲 两人就在派出所前团聚 三小时的时间都把她的妈妈找出来 一碰面就开始哭了 就是这样一直哭一直哭 就抱在一起哭啊 然后她就说 奶奶妈妈找你好久了 终于找到了 有找到当然是要联络了啊 看见从小失联的母亲牟连娘喜极而泣 女大生除了感谢警方和村长的协助外 对她来说也是端午节前夕 给她的最好礼物 中天新闻张春华SNG小组 评论报道